請問整理女生對男生的關心會感到有壓力嗎 做我設計的訂票喔 天氣的 衣服多穿點 如果他喜歡你 對你有好感 就不會啦 可是如果你們還只是在朋友的階段 他並沒有想跟你發展的話 他就會覺得有點奇怪有點煩 你要看他的反應是什麼 他已經被ban了 我英文很爛 有 你很棒 曾經女友問我為什麼會親自煮東西 我只會說如果單身或者另一半不在我旁邊的話 至少我自己會煮東西 我不會餓死 不錯啊 怎麼安慰在哭的女生呢 拍拍他的肩膀 拍拍他的背 阿如果你不知道他在哭什麼哭的話 你就可以默默地陪在他身邊 等他哭完再問他 我也會煮好吃的泡麵喔 其實我覺得很多女生很厲害欸 因為 因為 我 我 我好像幾乎沒有在外人面前哭過 阿不要講外人 我沒有在家人以外的人面前哭過 阿男朋友有啦 就除了男朋友跟以前的男朋友跟家人 跟家人 以外的人 好像沒有人看過我哭過 所以我覺得可以在別人面前哭的女生很猛 好 遇到心儀不認識的女生 直接去跟他搭話會不會很怪 會阿 就是搭訕阿 可是如果你一定要搭訕的話 那你就 請有禮貌且有誠意 不要太 侵略性的搭訕 然後我去她 吃,我先吃 吃,我去吃 沙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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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呢 不會是搭飯有點固域 每次還是比較喜歡自然而然 愛自然而然 你懂的 你還是趴在外面 那想吃啊 那你叫我回去啊 請問一下我很喜歡的學姊 也有學長喜歡她 她最近常跟我互動 我不敢告白怎麼辦 那你們互動的感覺是怎麼樣 是很熱絡 熱絡然後甚至添加了一點小小的曖昧 就是一些生活上啊 或是比較隱私一點的關係 關 心 關 心 如果你覺得可以 然後你們也滿常約會去吃飯的 那我覺得你還可以告白看看 喜歡大胸部的女生 男生會不會很膚淺 那你覺得喜歡大雞雞的女生會不會很膚淺 如果你覺得不會就不會 會就會 在別人面前哭一點都不膚 碰到一點小事就淚崩 覺得誇張 好啦 其實我也覺得碰到一點小事就哭了 真是很誇張 這種人 我會遇過嗎 沒有欸 好吧 我這個人的人生跟哭很沒有很沒有 很沒有 關 很沒有關聯 我是有聽過很多朋友說什麼遇到什麼人啊 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罵了一下 講一下就哭 落淚什麼的 我聽到的感想都是 呃 哭什麼哭啊 哈哈哈哈 喔 有有有 U U U 直 S 粉 發表了 滿不錯的建言 請問菜鳥如何把老鳥同事 就直接把 其實我也很相信連續劇那種傷性的女生 然後陪在他身邊自然而然交往的 當然有啊 可是如果 他是 他的傷性原因是因為上段感情 失戀怎樣的話 也有可能會被當成替代品 真的有喜歡大劇機的女生喔 你覺得咧 被誇獎會生氣的女生到底在想什麼啊 傲嬌 是傲嬌嗎 可是我覺得喜歡大宣布的男生 比喜歡大GG的女生多很多欸 好吧 這邊大GG 可能是下面大GG 或是上面大GG 這樣子應該就蠻多了吧 有女生喜歡你對她沒有感覺 啊你就不要理她啊 或是跟她說 呃不好意思我現在也不想談戀愛 不要說對她沒感覺 你要說 還不想談戀愛 委婉的拒絕她 我女朋友蠻愛生氣 可是每次她生氣的臉都覺得好可愛 就會笑出來 然後他們就看到我笑也會笑出來 之後就和好了 哇你們兩個好甜蜜喔 被閃惹 什麼 哇被誇獎她會生氣 那我不懂欸 可能是那個點她不喜歡吧 可能是那個點她不喜歡吧 那她說沒感覺 那就就好啦 就不要理她啊 如果她燒到你的話 她有持續燒到你嗎 我還生氣了 那 你這個有加什麼鹽之類的嗎 沒有啊 那我要去嘎嘎吃 可是我加魚欸 鮪魚 可以把他油掉 妳看怎麼看 餐餐吃蛋 餐餐 這裡 狂蜜你 這不要理她啊 好吃 以毒不回啊 喔喔喔 不毒不回 不毒不回 就好啦 你怎麼變得蠻近 你不是很喜歡叫 你叫 你叫養生我就面前 剛剛有什麼問題可以發問喔 不然我這要觀察了 你今天好像世界和平的感覺 你現在要玩肉嗎 不會吧 我累累了 這樣喊她很可憐 沒用 沒有 打電話給他都不想介紹他乙毒的人 還可以算是朋友嗎 不算吧 他根本不想花心事在你身上啊 可以他 推薦一個最有效的搭訕方法 每個人都不一樣 沒辦法一個搭訕方法去搭訕到宣布的人 有些人喜歡這樣有些人喜歡哪樣 我只能說展現你的誠意跟禮貌 不要太侵略性 應該可以增加一點成功率 黑藍 黑藍布製品 有人說把對方當成普通朋友就好嗎 為什麼不理他 我的不理他不是說不理這個人 是不用理他這些動作 你就做好你自己就好了 那如果他還跟你講話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理他啊 這就是我的不理他的意思 常常為了彼此不在乎或在乎的事情吵架 怎麼辦 比如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普通 不用去在意 但對方很在意 這一個 對啊 就是價值觀 價值觀念的問題啊 兩個人在寫本來就是不一定價值觀念都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就是溝通 找到兩個人的平衡點 陳寧講說推薦的最好笑大三個話聲音蠻沙啞的 不一定你長得帥就人家搭訕 不一定你長得帥就人家搭訕 不一定你覺得自己長得很帥可是人家覺得你長得很醜啊 不一定你長得很帥可是人家覺得你看起來就一副花心這樣很沒有誠意之類的 我之前遇過一個搭訕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那時候我在捷運站我要回家 然後我走路走超快 然後我臉很臭 因為我臉沒有表情就很臭 然後我在玩手機 然後那個人還是很厲害的把我叫住了 然後他就說他從遠遠的後面就看到我 他看著我的背影說他想認識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 呃我有男朋友了 然後他說 喔沒關係有男朋友沒關係 因為吃飯你把男朋友帶來一起認識 然後我就 然後他就 那可以交換電話嗎 然後我說不行 耐呢不行 然後他說 好那那 真的不行嗎 然後就一直拜託我 然後好像很可憐那樣子 然後就跟他說 好吧那我給你我的Facebook 結果他在找他 他就擋場拿手機出來說 好那你的Facebook是哪一個 然後然後我就 我就跟他說我的私人Facebook 然後之後他就 然後他就說 好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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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找不到欸 可是我跟你說是正確的 你看我的Facebook長這樣 我就拿到手機pan 他說 呃可是真的找不到欸 然後大家好 chegou說 一定是老天爺不想要讓你加我的Facebook 我說 不好意思喔 那就Trabil沒有辦法 我就這樣 謝謝你喔 我就走了 就醬 平衡點不定時失衡 那表示還沒有找到平衡 就是還沒有辦法維持啦 想辦法維持 啊 加油 印象深刻的搭訕方式嗎 我大學的時候有遇過一個搭訕方式 那是我唯一有給那個人我的LINE 唯一一次搭訕我給人家LINE 因為他我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素顏超醜 然後在台南火車站 我在台南讀大學 台南火車站然後在等我朋友來接我 然後就突然有個男生他就走過來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他的搭訕方式沒有特別 也沒有特別有花招 就是很普通的跟我說你好不好意思 就很有禮貌 然後非常的誠懇 然後他的整個人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是一個很弱弱大方乾淨舒服的人 就這樣 然後也是就是沒有很勉強的說 如果不方便也沒有關係 然後就是那樣子的感覺 然後我就說 我喜歡一個很弱弱大方的感覺